有一个男人有天晚上啊约了一个美女去出去玩 这一宿啊他也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 这媳妇就质问他 昨天晚上去哪了一宿没回来 他说哎呀我昨天呢不是和老王大哥喝酒了吗 喝醉了就在他家呀住了一宿 这媳妇啊这时候就说了 你还不说实话呢你还骗我的你 说着呀把大衣柜给打开了 老王大哥呀就在里边 这媳妇就说了你还骗我你还骗我 你看老王大哥昨天晚上在我家待在咱家待了一宿 你还说跟老王大哥在一起 媳妇啊你是不是跟隔壁王嫂去洗澡了 你怎么知道呢你这也太聪明了吧 我聪明啥呀你咋把隔壁王嫂的小背心拿回来了呢 你是不是穿错了 没有吧不可能还不可能 你看看 这是你的吗这不隔壁王嫂的吗 呀还真拿错了 我这这就给他送过去 你一天也太不仔细了赶紧去 哎呦你妈干啥去吗 汇宝你真行啊 我领你上医院人家大夫说给你打针 你爸困惑了干啥你 老公你先别生气 那医生奔我来的时候拿一针管 还不是点滴瓶 那肯定就是肌肉针 那肌肉针不往屁股上打 往哪打呀 我领你干啥去了 我不领你拔牙去了吗 你不觉得你的屁股离牙有点远吗 还不是 还有什么 媳妇你说 我打工这几年 你找没找过别的男人 没有 你说 你到底找没找过别的男人 真没有 都是他们来找的我 还有什么 我和老公吵架 我们分房顺冷战了将近半个月 那凌晨两点多呢 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我心想 这大半夜的又有谁会来呀 我去看了看老公的房间 他睡的正香着呢 只听见外面的敲门声特别急 我实在是有点害怕 本来呢 我想去开门 但是听到敲门声是越来越大 我想把我老公叫起来 可是自己呢 又没面子 我就硬着头皮啊 去开门 可是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呢 我一想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开门 我心里啊是真的害怕 于是呢 我就去使劲的敲了敲老公的门 希望他呢 给我壮了胆 我看他动都没动身体啊 我对他说 我说你呀 赶紧起来一下 外面有人敲门 他就是不理我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睡着了 还是假装在睡 这个时候呢 敲门声啊是停了 但是手机突然响起来了 我很害怕 提心吊胆的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 看了看手机是一个陌生号 那第一遍吓得我没有接 那然后呢 又打了第二遍 我心啊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我把电话接通了 只听见有人在电话里着急的喊着 张阿姨 我妈妈生病了 肚子疼起不来 不能说话 我爸爸又出差去了 你快开门好不好 我求求你好不好 那接完电话呢 我得知是隔壁邻居家的女儿 我这才把心啊放在肚子里 我想啊 我老公可能是真的睡着了 要不她早就起来看是什么情况了 当我打开房门时啊 那邻居姐姐呢 捂着肚子缩成了一团 躺在地上 满头大汗的 我迅速通回了屋 拿着车钥匙 带着她的女儿赶快下楼 那凌晨两点的路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车辆了 离医院呢 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 那晚上呢 医院也没有什么人 那邻居姐姐呢 去急诊室啊 检查 那医生说 马上要生了 让我办理住院手续 这可怎么办啊 我自己又没有主意 我想起了我的老公 我就马上给他打了电话 打通后啊 我听着他着急的语气 是在担心我这么晚了 跑出去干什么呀 我和老公啊 说明了原因 他挂了电话呀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我身边 都说远亲呢 不如近邻 我和我老公呢 帮着他们办理了住院手续 我们先垫付了一半块钱 所有的事情啊 都办好了 那邻居呢 也平安的住进了产房 折腾了大约有两个小时吧 什么事啊 都处理好了 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提前也给他的家人打了电话 等到他家人来了之后呢 我和我老公也很累了 我们俩就一起回家了 说起我的邻居啊 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这种人 因此呢 我们也很少串门 很少说话 但是当看到这种情况呢 我的心就软了 不可能不去帮他吧 我们到家之后呢 我老公一把抱住了我 这一刻呢 我感觉又回到了以前 感觉之前的冷战 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搞得不愉快那么长时间 通过这件事啊 结婚这十五年呢 我老公还是很关心我的 知道我这大半月出去啊 担心我 这么晚了 过来还陪着我 其实呢 夫妻之间的磕磕碰碰 是在所难免的 多理解 多包容 才能把婚姻呢 更好的经营下去 家人们 你们说我说对吗 姐 问你一个问题 爷爷叫夏天 爸爸叫夏日 奶奶在给孙子起名字的时候 下的民警 让奶奶赶紧改名字 你知道奶奶给孙子 起的什么名字吗 小朋友 你是不是有很多 我从小被养父养大的 现在养父岁数大了 来投奔我 想让我养老 但是我老公和婆婆不同意 我决定和老公离婚 自己租房子 给养父养老 大家有支持我的吗 觉得我做的对吗 你们给个意见吧 还玩呢 媳妇 走 咋了 你四舅住院了 咋样的 你四舅你还不知道吗 没啥事就愿意东勇 游着游着扩擦油没了 你说你倒是上岸呢 你狗袍是上岸也行 他来个洋勇 那咋勇不行啊 那么上岸就行呗 是 没等上岸呢 来个鱼鹰 嘎巴一下子 咬掉了 啥来人咬掉了 哎呀别说了 快走吧 对了忘了告诉你 一会儿到了 先别叫四舅了 别往他伤口撒言了 你别笑 哎媳妇 咱俩没事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吧 检查啥呀 你看咱俩都结婚三年了 连孩子都没有 咱俩去看咋回事 我没有问题 我不去看 你咋没有问题呢 因为我不是不能生 而我是不想生 为啥不想生啊 为啥不想生 你还不知道吗 那女人生完孩子 那身材不就变了吗 那你也不能为了身材 不生孩子呀 那你这样也太自私了 我跟你说哈 你们男人 就没有一个靠谱的 我要是给你生完孩子 咱俩要离婚 我上马上找夏家去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再说了 你结婚之前 也没说让我给你生孩子 你要让我给你生孩子 我还不跟你结呢 哈哈哈哈 姐 问你一个问题 爷爷叫夏天 爸爸叫夏日 奶奶在给孙子起名字的时候 吓得民警 让奶奶赶紧改名字 你知道奶奶给孙子 起的什么名字吗 小朋友 你说这老了老了呀 这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来 最近这两天我总想你 也不知道哥哥你想不想我 我的好大哥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差事了 今天可别怪妹妹我挑礼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说你每天都支持那么多的人 你咋就不支持支持我呢 虽然我没有精致的五官 也没有杨柳西奥的身材 但是我有一颗真诚 一颗善良的心 就想着和你交个朋友 也不知道哥哥你啥时候能看见我的存在 让我也开心开心